Disappointed 好在看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它的动词 disappoint 我们看它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di 我们念成d sa 我们念成sir p-p-o-i-n-t 我们念成point 中音节落在第三个音节 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disappoint disappoint 好disappoint呢 它当作一个级物动词呢 它的中文我们翻成 什么什么人感到失望 好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It really disappointed Sally That her friend Lindsay Never replied to her message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好那说呢 It really disappointed 好这一件事情呢 真的让Sally感到非常的失望 好那这边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这边的it指的就是一个虚主词 真正的主词呢 是在后面的这个that字句 也就是说由that所引导的 这个名词子句呢 当作这一件事 这件事情真的让Sally感到失望 好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她的朋友Lindsay Never replied to her message 好那我们知道reply的意思呢 就是回答 不要忘记咯 她后面也是要搭配解析词to 好对于呢 她的讯息 她都没有回答这件事 让Sally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好那disappoint这个字呢 其实呢我们在后面呢 加上ed之后呢 就变成她的过去分词表被动 那我们一直在过去的时候呢 一直提到我们过去分词 要把它当成形容词来看 所以呢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disappointed 感到失望的 好我们看她的英文解释 sad悲伤 upset心烦意乱的 好为了什么呢 因为某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你所希望的那件事情 并没有发生 has not happened 或者是has not occurred occurred跟happent 它的意思都是发生的意思 以这样子的方式 什么的方式呢 你所期待的那个方式 expect这个字指的就是期待 所以说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感到失望的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Fiona was really disappointed that her favorite character died at the end of the movie Fiona真的非常的失望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前面的Fiona主词是人 那我们说人呢 对什么什么事情感到失望 我们的主词呢 就是用人当主词 be disappointed 后面可以接上一个that字句 后面接主词接人 你也可以用人 对什么事情感到失望 be disappointed 后面呢 接上about 后面再接到一件事情 对什么事情感到失望 所以你们发现 他用的都是被动语态 ok 好 所以呢 他对于呢 这件事情呢 感到非常的失望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好 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指句 他最喜欢的角色 character 这个字 指的就是角色的意思 他最喜欢的角色呢 死了 在什么时候死掉呢 at the end of the movie 在那个那部电影的最后面 他最喜欢的那角色 死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disappoint 这个字的后面呢 加上ment 好 变成一个名词的字为 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 disappointment disappointment 那disappointment呢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失望 我们看例句 to emmy's great disappointment her parents were late for the dance show and they missed her part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好 这个例句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片语 这片语的同学呢 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就是令人感到什么的 好 这个once呢 表示磨人的 好 这个所有格 再加上一些所谓的情绪名词 哪一些情绪名词呢 好 例如我们说这边的失望 像这些是属于情绪名词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加上to once to 后面加上一个所有格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是让什么什么人感到怎么样的 那这边呢是失望 那这边呢是失望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呢把它翻成让emmy感到很失望 因为great是很多很大非常多的意思 好 所以呢让emmy感到很失望的是 her parents were late for the dance show 好那这片语呢我们最近经常看到 对不对 做什么事情迟到了 be late for 好对于呢 她的什么呢 舞蹈表演迟到了 她感到很失望 而且不仅是迟到 而且呢还missed her part 错过了她的部分 她的部分值得就是她演出的部分 好所以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disappointed 形容词感到失望的 disappoint动词是失望 disappointment名词失望